各位觀眾 又到了我們聊籃球的時間啊 那最近 台灣籃球發生了一些大事 因此我替各位邀請到了我們的 專門負責處理 台灣籃球界的大小事啊 我歡迎小虎 不錄了 沒有我現在來你這邊 我都壓力蠻大的 因為畢竟你知道上次來這邊的那部片 所以今天景言盛行 我就問題出來哪裡 問題出在 你上次 聊到了沒有籃球 我們今天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啊 因為我們今天著重在台灣籃球嘛 是不是 那這部分應該是你的專長的吧 臺郎東照佛 景言盛行 這部分應該是你的專長的吧 小虎怎麼看林秉勝 林秉勝喔 我只能說他是一個 真的 少數台灣的這樣子類型的球員 但台灣會需要更多這種類型的球員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今天的正題 那今天找小虎來 就是來聊一下我們的 林秉勝之亂 先給各位一個懶人包啦 8月15號的時候 工程師在他們的IG投文 Welcome 我們的齊天大勝 那當時 台南公道博 據我所知 就有在當天開直播嘛 然後那個時候 你們就稍微有討論到 有些細節好像怪怪的 就是秉勝 他沒有追蹤 工程師的官方IG 他也沒有發文出來說 我非常開心 就是加入工程師 對不對 正當我們還在 懷疑這件事情的時候 緊接著在8月16號的時候 林秉勝發文了 他就說 他非常感謝工程師給他這個機會 但是他曾多次 婉拒工程師的邀約 那事情到這個時候 就開始有點走樣囉 緊接著 在同一天 工程師這邊做出回應了 那他們這邊很簡單 不囉嗦 直接把合約曬出來 裡面很明顯 有胡龍志 以及 林秉勝的簽約 那事情發展到這邊 炮火就一致往 秉勝的IG 慣了嘛對不對 對 直接被打臉嘛 像我一樣 那這邊需要注意的一點是 工程師在他的貼文中 有強調這個是一個 委任約 那至於委任約是什麼 或者是他的一些法律責任 老實說我們也不懂 只是說他有強調是 委任合約 那緊接著在18號的時候 工程師又大陣仗的 直接開記者會 他們邀請了兩個委員 再加上我們的工程師全紀念 兩個委員 你說大樓委員喔 他們大陣仗的邀請到兩位立法委員 外加 我們工程師全紀念 也是前面提到的 胡龍志嘛 簡單來說就是 是針對林秉勝事件 做出他們的聲明 但是 我自己看完那個記者會的感覺 是說 他們也沒有把話說死 就是說 不論是林秉勝最後改變心意 想要回來工程師打球 又或者是 他真的鐵了心要離開 那我們來談一下賠償的問題嘛 對 就是他好像有給出這兩個選擇 然後接著是 台新這邊發表了他們的聲明 會稍微跟觀眾解釋一下 就是他們到底說了什麼呢 他們的官方聲明就是 第一個 他認為工程師去跟秉勝洽談的管道 或簽約的管道都是不正當的 所以他們有說 他們是在6月25號 用書面正式向中性報價 他們並不是說 私底下約吃飯啊 約菜很好吃啊之類的 反正就是要強調他們做的東西是 正當合法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認為工程師除了不正當接觸之外 還在一個 當秉勝還具有合約的情況下 去跟他簽約 所以他認為這張約 原本就是無效的 所以他根本也沒打算要賠賠償金 因為你的合約有效 我才需要賠償金嘛 他是直接把他打死他 那這個是 針對台新的部分 接著 當你以為這件事情 大概就這樣子了 昨天秉勝又在他的IG 又發了一次文 那這次是直接又炸掉一次啦 因為其實昨天他的窮士被打得還不錯 單場拿下來要25分嘛 雖然說有些許的虛聲 但整體來說 我覺得觀眾還是挺尊重他的 沒有什麼惡意的一些抨擊 我是有看到一個觀眾取牌說什麼 回頭是岸 回頭是岸 對 我覺得還蠻有梗的 但是大概就是這樣 就台灣的觀眾其實 真的蠻溫和的 也蠻nice 那秉勝這邊的發文 你要不要跟觀眾解釋一下 就是他到底又發了什麼呢 好啦 簡單來說就是 工程師的記者會當中 有提到非常多的點嘛 那秉勝這一篇聲明啦 我自己看完的感受是 有點似不像 就你說他要道歉嗎 他有道歉 但他又不完全在道歉 他還有去反駁一些工程師所講的言論 但他的反駁又沒有很有力 他一開始的IG是發說 在5月跟工程師所簽的合約 還沒有生效的時候 他就已經覺得 對於台欣給他的條件 他非常的心動 更適合他 可是這一點就完全打臉了 台欣的聲明稿 因為台欣是說 我6月25號正式向中信報價 還不是向秉勝報價 可是他後來是趕的嘛 不是你不要那麼兇好不好 你那麼兇幹嘛啦 我在天秤上說謊 就他後面有稍微調整了一下 就是大家如果現在去看他的貼文 他把那個5月份 修改為在這一份委任合約 尚未生效時 所以其實這我覺得也可見啦 就是有時候經紀人 或是經紀公司 還是有重要的地方 畢竟你發文 大家一定是瞬間秒截圖 你後面要修改 除非你又說瓊斯杯很忙 我的感覺是 看了台欣的聲明跟他的聲明 好像他們不是站在統一陣線 台欣也沒有要幫他 然後他也沒有去附和台欣的話 簡單來講他們共同的敵人是工程師 也不要說敵人啦 共同的要去 小心喔 小心喔 他們共同要去 做討論的對象是工程師嘛 理論上他們應該是 炮口一致 可是就有點像是 台欣在打A 秉勝在打B 然後 兩個彼此之間沒有什麼太多交集 怎麼聽起來跟我們的中華白 我覺得有點像 賀丹賀國先發 賀丹賀國先發 因為當初我並不覺得他還會再發一個聲明 我的想法是 就像你剛剛講 他那天拿了25分 其實某部分的球迷 還是認可他場上的表現 那場下我們可能當然對錯 那是可能跟場上沒有連帶關係嘛 那變成說你打得很好 但你出來發這個文 你又不是完全在道歉 然後你去反駁的這些東西 跟你接下來要去的球隊發的聲明是 對不懂甚至有點打臉 然後打臉完以後還被發現你去修改了 公關危機的概念啊 對就是 裡面他也講了一個什麼 在NBO的合約 因為工程師的記者會有講到這一點嘛 是工程師的人幫他處理的 那他這邊打的就是 時任T1長官的前輩去處理 我會覺得 你今天如果要反駁人家一個點 你就直接拿出來講 變成說 你反駁感覺也沒有很有力 或者是說像他講 他說在今年5月底 是工程師的球團代表人到台北找他簽約 對一開始說是林秉勝主動 5月25去找他 但實際上根據秉勝的說法是 我覺得那個邏輯概念是什麼 應該是秉勝說的簽約 不一定是在5月25號 他去跟工程師的球團吃飯這一天 可能是吃完飯 談得OK 後面再約一天 去拿簽約給他 但我覺得炒這個沒有意義 因為現在大家討論的重點 是在於你的合約簽下去了 對 那你也的確有去拋出橄欖枝嘛 5月25號秉勝 直接主動密工程師的長官 或者說管理階層 我覺得不可能是 之前沒有眉來眼去 你一定多多少少有眉目傳情 飛哥傳輸 幹嘛的詢問啊 我會說你合約到了沒 我今年到了 那新竹有一家 月事餐廳還蠻好吃的 有沒有興趣 所以他5月25才會主動密他嘛 這才會搭上線 不然你說現在 你直接密一個管理階層 他一定問你說 欸有什麼事嗎 就是一個巴掌拍不響啦 那我現在想要問我們 台南宮道伯的是說 這個事情 你認為啦 我們來做一個預測好了 他的後續發展 到底會是怎麼樣 因為我感覺啦 台欣跟秉勝這邊 好像在溝通上面 出現了一個分歧 首先他們的故事對不攏 然後再來就是 他們好像是各自為贏 也沒有站在同一陣線去作戰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秉勝真的還要再去台欣嗎 他現在有點進退兩難了啦 但我認為他還是會去台欣 因為你要想 工程師都開出這麼好的條件 讓他可以再跟中興還有合約 甚至離開賽季至少 還有5個月到半年左右的時間 他就簽下了這個 跟工程師的合約 我覺得那就是他開的一定是還不錯嘛 按照一個正常邏輯 那當然可能走到後面 台欣願意跟進或加碼 那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覺得 回到這個點 台欣的加碼 跟不管給的錢還是什麼條件 讓他願意去 等於說 現階段應該也沒有回頭路 再去工程師了 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 他們這麼站不住腳 還是會去做一些反駁 那你覺得這個事件 他對付公堂的機率有多高耶 哇這很難說耶 因為我昨天是有聽說一些人 他說 但目前來看 我是覺得 財星感覺也不太好搓 工程師更不可能低頭嗎 他今年已經那麼多空氣了 那這個又沒搞定 那個輿論的炮火一定被 炮爆嘛 那下賽季如果又打得很爛 那個炮火是一連串加上去耶 會把新竹給炸掉 所以 我覺得很難講 很有可能堆不公堂 但也很有可能 maybe有一個 什麼人出來把這個湯圓戳好了 I don't know 認真說如果我站在 林秉勝的立場 如果我現在是林秉勝的話 我開始會考慮說 那我是不是要回去工程師啊 雖然說現在的狀況 他是進退兩難 可是給我的感覺是 工程師這邊釋出的善意 是比較多的耶 因為像工程師他們自己的IG的影片 也有在說 欸 阿提諾跟林秉勝的搭配嘛 他們也是歡迎說 秉勝這邊要不要回心轉意的回來 所以他們是一直釋出善意的 我覺得那是在酸的耶 你覺得是在酸嗎 對啊 就像你一直叫我台南公道部一樣 欸 沒有啊 我是真的 笑什麼 我 笑什麼 不得不說啊 我們一碼歸一碼 就是儘管秉勝在這件事情上面 可能處理的沒有很好 但他終究 還是一個身手非常好的球員 不論是在窮四輩的表現 以及國家代表隊的表現 他都是非常不錯的嘛 所以我是希望這件事情 能夠有個完美的結局啦 那當然啦 站在趁流量的立場 如果這件事情 未來有新的消息 不管是在小胡的台 還是在我的台 反正我這邊可能就發發影片 小胡那邊可能就趁趁直播對不對 大家就記得 持續關注我們兩個的頻道 看看後續有什麼值得拿來討論的事情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告一段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